嗨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 熊哥 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 要為您介紹的是綜合測試法 綜合測試表 那因為稍早有介紹過 八號球八八表 九號球九九表 很多朋友在想說 那我的球技沒那麼好 沒辦法吃八號九號 那有沒有另外一個測試法 有 當然有幫各位想到了 來看一下桌面上 15顆球擺好 母球在發球線 開球用力衝 衝開不管進幾顆球 你一旦15 剩下的球 15顆球減掉剩下的球 就是您這一盤球得分 那譬如說 您可以測八盤 九盤 十盤 那特別要注意 前面十顆球算一分 後面五顆球要照順序打 那後面五顆球兩分 也就是我一盤球就是 總分是二十分 如果你測試十盤 滿分就是兩百分 那所以你打到最後六七顆球的時候 倒數六七顆球的時候 你就要去注意 我後面剩下五顆球 數字最小那一顆球在哪裡 我就要做好它的位置 話不多說 來練習測試一次 不管有沒有進球 第一顆球你可以自由球 當然也可以直接打 好那我們就直接打好了 前面的每一顆球 一顆球都是一分 後面五顆球 一顆球兩分 所以它是融合14-1跟9-Bow 一個綜合的測試方法 好 力量不對了 要做一號球打成這樣 好我留這五顆好了 所以是2-5-9-13 好這個八號球來考驗一下 打中袋考驗一下我的準度 因為要做二號 再來五 九 十三 十四 好 那我前面十顆球 就是只要是K打你就打 然後後面五顆球一定要照 數字最小 打到最後十四號數字最大 那我這樣輕台的話 就是十分 再加上五乘二 就是二十分 所以我如果這樣測試 可以測試時局的話 我們建議時局 那時局的話 你滿分就是兩百分 那您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記錄 用手機記錄 那您再看看 我是前面十顆哪裡出問題 或後面五顆沒有弄好 還是怎麼樣 都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檢討的一個方式 好 希望這個綜合的測試表 您會喜歡 記得在YT點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抖音記得關注我 我們下次見 等等 好 好 中文字幕——YK